国民党副总统的候选人张善政 日前在谈到行政长苏贞昌的时候 他居然说苏贞昌颜面神经麻痹的一个情况 要是他回到工作广告上再酸盐酸饮的话 很可能会再住回医院 这样的一个言论立刻是引发各界的痛批 但其中苏贞昌的女儿苏巧慧今天也出面 认为张善政这样的一个说法实在得不配位 来听听他怎么说 甚至是今天早上也已经又到行政院 又要主持今天的院会了 那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子公开的资讯 张善政先生还可以做这样造谣的发言 什么住院等等的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适当的行为 而且就算他现在有道歉 就算他有道歉 我觉得这个社会也已经撕裂了 因为他们的支持者 为了要维护他的这个候选人 那也已经都用更激烈的言论 在做这个种种的攻防 我觉得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 我是看到张善政的堕落 他自从跟韩国瑜先生搭配以后 已经面目全非 那这一次的堕落更是令人震惊了 怎么可以这样诅咒 我觉得德国配为 民讲立委是要求张善政必须要为这件事情道歉 但苏乔惠认为就算张善政现在道歉了 但当时他这样的一个言论 造成下面的韩粉 甚至是群起进攻苏文昌的一个做法 其实伤害是已经造成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说苏文昌其实在听到张善政的言论之后 其实反应是比苏乔惠还要淡定 他说这样的一个言论 他并不认为有什么 他是认为要继续的来拼国阵 但是苏乔惠认为这样的言论 在一个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身上 实在是非常的夸张 而且也非常的不恰当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时间镜头 交还彭内直播